苏联当年欠我国4.5亿美元 而苏联解体后,债务还是要还个,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,当年苏联解体时,其实还欠我国4.5亿美元,而且俄罗斯直到24年后的2015年才还清,很多人的印象中,只有我国建国初期欠了苏联很多贷款的事情,为此也是后续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,但是却很少。 有人知道,苏联也欠了我国的钱,在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继承的苏联外债,共计966亿美元,其中欠了我国4.5亿瑞士法郎,约合当时4.5亿美元,因为当时美元和瑞士法郎汇率基本时平,很多人不理解,为何苏联还倒欠了我国钱呢? 其实这主要是苏联后期,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时期,正好也是我国改革,开放后欠下的,主要是当时苏联进口我国生活产品,所带来的逆差,总数4.5亿美元。 而这个钱,对于当时的俄罗斯来说,也不是大数目,但是俄罗斯却整整还了24年。 到2015年10月份,俄罗斯才支付了最后的4.0097亿瑞士法郎的债务,最终将这笔钱还掉了。 而2015年之前的23年,俄罗斯只还了大概5000多万美元,很多人不理解,难道俄罗斯这点钱都拿不出来? 这其实也不能怪俄罗斯,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经济大倒退,经济跌到一半,差点二次解体。 而面对总数高达966亿美元的债务,自然是优先偿还西方国家的借款,因此不断地支付给其他债务国钱财。 而且,在这过程中,还遇到97年危机,08年危机,格鲁基亚战争,乌克兰战争等,遭受西方制裁,日子也是很不好过的。 所以,对于俄罗斯来说,实在是没钱还,而2015年,经济稍微好转,加上贵市法郎汇率有点低,正好就能还上,于是才终结了这长达24年的债务。 而这一点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,还是中亚的消息报,首先发出来的,苏联欠中国的钱,真的不可思议啊,当年的苏联是多么强大,多么不可遗失啊,可是现在又在哪里,真的是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啊,所以国家发展才适应道理,换一个视角纵观古今,发出自己的声音。 写历史我们是认真的,更多精彩,请关注农夫史记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